我这个功夫要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就啊 我求往生 这一生当中能不能往生 你能把时间搞清楚之后 你把这个念头就放下了 能不能往生在一面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讲得很好啊 灵命中那个时候 最后的一念 是求生净土 你就决定得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修法呢 我就把现在一念当做最后一念 那我不就念念在求生吧 那哪又不生的道理了 那些念佛王生人 就是中国道理啊 不要等着啊 还长了 这个眼前还不要紧 到我灵命中手在念吧 那你就错了 就在当下 真正会用功的人 真正成就的人 抓住今天 不要想过去 也不要想未来 这叫何在当下 行愿品里面说的 尽一切结为一念 我与一念见三世 借行 因处同时 三计一如之意 言长时间 处是短时 是一念 对 三计 就是三世 过去 现在 未来 古大苏月 若一夕之梦 高相败年 这个时 像中国古人讲 梁华梦 梁华梦 这是传奇小说里面 写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 在过去 过文里面都有 在中学 在中学过文里面都有 像我这样年龄的人 几乎大概都读过 这是一篇语言 叙说一个秀才 名利心很重 在一个道观里面 休息的时候 打个瞌睡 老道在了旁边打坐 旁边煮的 煮的一点吃的东西 黄粮 就是高粮米 小米 他一梦醒的时候 在梦中已经几十年了 梦的就赶考 考取了 以后中了状元 做了官了 喜欢的人都报了恩了 不喜欢的也报了仇了 到最后的时候 年岁大了 高劳还乡了 这些梦醒来之后 黄粮还没煮熟 这就说 很短的时间 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 人生如梦 实在情形 也很仿佛 我们想到 你看当年刚刚学府 很年前 转眼之间 就几十年就过去了 真的像一坛纸 早年 我到香港来 邀请我爹 年卫大德 一个是出家的 一个在家的 出家的盛怀发死 年卫现在都不在了 那个时候 我讲经的时候的听众 发死很多 前面一排做的时候 全都是发死 几乎 大多数都不在了 人生苦短了 三十多年 我记得我好像是 五十岁的时候 到香港来讲 一九 七七年 一九七七年 五十还是五十一岁的样子 时间过得太快 是一百岁 一百岁我们现在感觉的太短了 一坛纸而已 并不是很长 本经中 一度显示 这本经是指五量寿经里面 有 这些经文 如 大教元祈品 里面有一句经文说 能与念琴 读 无量异解 念琴就是一念 一念 可以 延长到 无量解 无量异解 这个话是真的 只要这个波动现象 不中止 这个念头的生灭 不住 念念不住 前念灭了 后念就生了 后念什么生的呢 前念 没有前念 哪来的后念 念 念 解 云荣 跟你讲 真话 一切 一切众生 祝佛如来 没有例外的 活在 当下 这才是世事实人讲 这才是世事实人讲 金刚经上讲的三心不可得 那个意思 那个意思 过去心不可得 过去已经过去了 再不找不回来了 现在心不可得 是现在 现在要过去了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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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知道 才知道 你不会着急 我这个功夫 要什么时候 才能够成就 我求往生 这生当中 能不能往生 你能把时间搞清楚之后 你把这个念头 就放下了 能不能往生 再一念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 讲得很好啊 灵命中 那个时候 最后的一念 是求生 净土 你就决定得生 那我们应该怎么修法呢 我就把现在一念 当做最后一念 那我不就念念 再求生吧 那哪有不生的道理了 那些念佛王生人 就是这么个道理啊 不要等着 还长了 这个眼前还不要紧 到我灵命中 手在念吧 那你就错了 就在当下 真正会用功的人 真正成就的人 抓住今天 不要想过去 也不要想未来 这叫何在当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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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